伍友天被爆出吸毒、性侵、欠税等丑闻后 消失在南韩演艺圈 不过他在海外仍十分活药 也陆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据日媒报导2024恒兵韩日记 将在5月18、19日举行 也获得了神奈川县及恒兵市地方政府的支援 从网路上的活动海报可以看到 朴友天将在18日作为压轴嘉宾登场 然而朴友天先前被判 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2年 且被列为逃税黑名单 在南韩金屋被全面封杀 却还能到日本活动引发外界质疑 对此日本出入国管理局透露 根据入国管理法指出 违反日本或其他国家 关于大麻、鸦片等或精神药品管制的法律 并被判刑的人不得入境 但法务大臣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 批准其入境的申请 因此不少人猜测 朴友天是因为举办粉丝见面会 才被允许进入日本境内 活动主办及共办单位则表示 不清楚演出艺人阵容 仅提供名义上的后援 疑似撇清责任的举动 也遭到网友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λο联合 not here barbecue 好 咱 real